車陣中大家都是乖乖的排隊 慢慢前進 不過一部紅色轎車呢 卻好像在趕時間 在國道上非常的不安分 附警狂打方向燈 還不斷的鑽縫隙超車 待一看一段現場情形 危險這樣子 這個超危險 這個一定要偷看 好那這次發言呢 就在29號下午 當時正直下班 尖峰時段 國道頂巾系統 南下路段正在塞車 這部紅色轎車駕駛 似乎是等到很不耐煩 左右來回不斷的鑽 還跨越曹化線 誇張的是可以看到 還一度殺不住 差一點就要追撞到前車 那麼後方轎車駕駛 看不下去 也將這離譜行徑 PO網直呼會不會太誇張 也引發網友討論 儘管少數人幫緩夾 證明超車駕駛 可能家裡真的有急事 但多數人還是痛批這行為 難道是要趕過親民姐嗎 二一方是真的要盡量檢舉